唐宗 宋祖 秦桓 汉武 这个汉武说的就是我们身后这里 主人公 牧主人 刘策 汉武帝 汉武帝大家知道在位54年 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都是前几名的 这个陵墓呢应该是说非常非常有名 今天就来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汉墓嘛 十四九空肯定它的也被盗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详细介绍一下 它这个陵墓的由来和后续发生一些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碑 要介绍一个东西非常独特 汉孝武帝茂林 其实它的庙号是这样称呼的 它是叫汉世宗 这个在西汉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我们简单先说一下明清的时候 我们看明清帝王林都知道 它基本每个皇帝都有那个庙号 什么清世宗 清太宗 清圣主这些 但是在西汉的时候这个庙号很难得 为什么 它就理智嘛 比较难得就是做出重大贡献的皇帝才有 只有四位皇帝有 西汉十一帝只有四个皇帝有 哪四个呢 汉高祖刘邦就相当于太祖嘛 那第二位皇帝是谁呢 第二位皇帝就是汉太宗孝文皇帝 他都有个孝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第三位就是汉世宗孝武帝 就是刘策 第四位是谁呢 汉宗宗刘巡 就是那个进入在小时候做过牢狱之灾的 就这四个人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西汉庙号不是随便人都有的 随便皇帝都 包括刘策的父亲都没有 有一部电视剧啊 大家都看过 汉武大帝 这个根据实际改编的 这个可信度还挺高 大家可以看看 讲述了汉武大帝一生的故事 我看了两三遍那部电视剧 确实非常好看 特别是片头啊 那几句话 大家可以看看 真的很震撼人心啊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 前面这个宏伟的建筑茂林 茂林呢 当时营建了五十多年 五十三年 听说当时修建的时候 动用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税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啊 汉朝经过文景之志的发展了 国库充盈 实力强大 国力强盛 所以呢 修建这个地灵就投入很多 有一点大家可能了解一下 我们在唐明清那些帝王林啊 都是坐北朝南 其中呢 西汉的荧幕啊 基本都是坐西朝东 我们在杨林讲过了 当时他修建灵墓 坐西朝东有一个是震慑东方国啊 就是当时那些诸佛国的作用 所以茂林的工程之大令人瞠目结实啊 作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帝王 他的灵墓肯定有很多陪葬墓 有魏清墓 霍吉碧墓 金秘笛墓 还有霍光 这个茂林啊 是西汉十一位帝王林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属于东方金字塔之称 其实这个东方金字塔我不认可 不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 为什么不能这样说 西方有那个东方的那个茂林之说呢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我们接着说 关中记啊 记载 汉珠林 节高十二丈 方一百二十步 唯茂林 高十四丈 方一百四十步 所以说就证明这个茂林的宏大呀 经过这个两千多年的雨水冲刷 这个茂林现在高四十六点五米 与文献的基本相符 其中啊 茂林有几个之最 我们来说一下 银银工期最长 历史五十三年之久 银元规模最大 从帐坑四百余处 随账品最多 里面呢 有太多太多东西了 耗费资金最巨 就是每年当时的赋税的三分之一 银翼最为豪华 当时银翼的住户人口有二十七万多 银区最为宏阔 陪葬墓一百二十三座 银体最为 循实啊 按照西汉的制度啊 这个汉武帝的陵墓啊 其实也是超标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最开始的汉高祖 还有那个汉文帝 还有汉景帝 他们的陵墓规格都没有这么大 汉武帝超标了 其实为什么呢 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方面 因为我们常说的 秦始皇是第一个皇帝 那个汉武帝呢 可以说 就要把他的攻击逼尖 秦始皇 汉武帝打击匈奴 是吧 另外一个呢 各种财政改革 各种改革 当时我们说的 盐铁官营 各方面 所以他自认为 他的功劳很大 另外还有我们常说的 封山泰山 这个汉武帝也进行了 所以说 这个他的陵墓规格 就比其他西汉帝王陵 更高一点 还有一点呢 我们经常说的年号 皇帝的年号 像清朝 雍正 乾隆 康熙 这个年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从汉武帝那个时候开始的 汉武帝之前 一般都没有年号的 当时都说 像西汉的时候 高皇帝 文皇帝 景皇帝这些 都是这样说的 一般平时这样说 到了汉武帝开始 就有建元 这些年号 行 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 我们继续讲 他的帝宫 他有没有被盗 这些故事 拜拜